曾經全國音樂大賽國小弦樂奪下冠軍 引起各方注目的親愛國小小提琴隊 在學校以及社區培育之下 目前有不少學子進入音樂領域發展 這次配合原住民族產業創新價值計畫 希望延續知情工坊 並能打造出小提琴音樂村 親愛村過去在校園推行小提琴 留下校方跟社區良好合作經驗 因此族人有信心執行 援助民族產業創新價值計畫 地理特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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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校園推動這些音樂村 我們擔心的也是這個 然後我們的產業能不能因為這個小提琴 村可以帶動起來 走不走得起來 這個也是 其實也是我們擔心的一部分 我會比較強調是一個 讓它是一個課程化 只要是親愛國小 在親愛國小讀書的小朋友 大家都對小提琴是有相當的認識 仁愛鄉公所表示 親愛村結合部落地理特色 地方資源及人文風情發展出最適合部落的產業 小提琴音樂村也在各界期待之下 近期將呈現在大家眼前 原視新聞 一晚八度 南投仁愛採訪報導 現在加油 鼓採訪